歡迎回來新聞大百話 緊接著我們又要洗涤什麼了呢 因為現在賴清德再過20天 就要變成洗涤台灣的 這樣的一個節奏 那現在看起來呢 是不是南台灣 特別是台南 很多的罪嫌也都被洗涤掉了呢 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洗涤 我們看一下 台南市的政副議長 惠選案有10名被告 但是議審全被判無罪 引發了台灣社會的哗然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明明有非常具體什麼的內容 可是台南地月卻告訴你說 檢察官沒有提出來 這些什麼具體特定內容 足以證明邱莉莉等人 有惠選恐嚇一事 那其他檢察官私下認為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如今惠選的手法越來越高明 所以檢方舉證更加不易 何怡婷幾乎是全盤否定了 檢方所提出來的通聯紀錄 這些事證 讓人無法接受 所以是不是這些檢察官 也有一點心累 可是網友們是非常的傻眼 就說都已經講一票多少錢了 還能夠無罪 難怪是說 台南是民主勝地 不容污蔑 洗滴大家的一個觀感 綠能產業也是台灣之光 果然台南的法官也是有 獨到的見解 遇到了台南 是不是綠的就會轉彎 法院變成功德院 對照八年前李全教的 議長匯選的事件 感覺出來真的是有差別 現在是怎麼樣 通通都是覺得說 沒有具體的內容 可是當時檢方 他們也都是兩岸都沒有掌握到 匯款的金流 然後也是憑中間人 沒有具體金額的口頭承諾 但是就這樣子把李全教 當時重判了四年 齒羅公權五年 導致他被暫停了議長議員的職務 像反官邱莉莉一案 卻採取嚴格的證據法則 鑑定說檢方提出來的 什麼A保證B折扣C經費 D薪資等這些 這種匯選的條件 因為欠缺具體的證明 遇到了這個功德台灣 現在很多的標準 跟以前是不太相同 現在距離520只是20天 所以本命區的最大衛包彈 成功彩蛋 洗滴成功 那接下來呢 是不是司法遇到了 台南綠營人士 都會這樣子轉彎呢 那人家也知道說 邱莉莉本來就是在賴清德這邊 在台南 就是賴清德的這個 算是一伙的嘛 就是很熟悉的人嘛 那現在這個 當然早痕是有一點明顯 大家也會這樣聯想 不只邱莉莉案 洗滴成功 連賴皮療也洗掉了 現在520可以就地合法啦 國庫署要送 送給賴清德520就職的大禮嗎 那現在看起來呢 也是要比照 就是說這個 應該是要變成一個建築用地 可以由地方政府來變更指定 那難道說以後全台灣 沒有違章建築了 恭喜大家 我們以後要洗滴成功了 台灣變成一個 沒有違章建築之島 是不是大家應該要一起 大赦天下 全台的違章建築 通通都就地合法 那等於是給賴清德一個大禮嘛 我們這個台灣 真的是舉世滔滔 幸福之地啊 那你看網友們講說 真是爽啊 不合法可以直接敲到合法 然後不只思想受洗滴 連這種違章建築也可以洗成這個是就地合法的建築 那這個人又是誰呢 就是這個國土署的署長啊 其實過去也是這個賴清德所拉拔起來 他擔任的任何台南的角色 什麼都發局 副局長 局長啊 秘書長啊 副秘書長啊 全部都是在賴清德市長任內 那當然資恩圖報嘛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不報恩 何時才能夠來立功咧 那也不意外 再來最後我們看一下 殷琦涉入大麻凡 那人家講說 怎麼從美國網購這個大麻藥品 說是給寵物狗 然後他就立刻說 那我來驗尿 人家想說奇怪了 這明明是他女兒 就是管家計包裹給他女兒 結果他跳出來說他驗尿 那人家講說 女兒不用驗嗎 應該是女兒才要去驗尿吧 你跳出來是在做什麼呢 那PPT更妙 就說以前大家講到的大麻 都要講說 我爸爸是柯建民 現在有一個新玩法 叫做你如果大麻 就不要說是自己吃 說是給狗吃 那連法院都不用跑 謝謝檢察官 讓我們有奇怪的知識增加了 那殷琦是什麼樣一個背景 在2000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他也參加了陳水扁的國政顧問團 那他上任之後呢 阿扁上任 他就變成了國策顧問 甚至連蔡英文 蔡賴當時的矛盾 就是賴清德要來挑戰蔡英文的時候 當時那個重要的陽明山密會 選的就是殷琦的家 兩個人那時候已經水火不容了 逐漸殷琦在這些綠營的人士當中的一個 好交情 還可以讓這個蔡賴能夠坐下來 瞧一瞧從敵人變成攜手來挑戰 這個總統大位的這樣的一個夥伴 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輝文哥 輝文哥怎麼看 這個現在邱莉莉也能夠無罪了 剛剛宰軒講那部分 大家小朋友不要學 你爸是柯建民 你媽是殷琦 如果不是的話就不要學 這個整年來的俗法 這個轉的都變了 你看這個報紙我留了一年 邱莉莉講什麼 這次沒有把黑民的創作 算我漏開了 一定要把黑面 要把它弄倒 不然的話就送我書就對了 你看這個 因為這個翻譯不是很好 像你說我把隔費都賣掉 隔費 台語的隔費就是財產 我把我的身家財產都賣掉了 我要跟郭信良拚了 郭信良就是黑民的 我就是要跟他拚了 這個都是監聽逸文 我請問大家 檢調都已經 這個對檢調的時期是很大的打擊 說我已經人贓俱貨了 這個在我們監聽逸文來講 已經是鐵證 這樣子都還可以判到無罪 那以後誰要去監聽逸文 都說到這樣 這樣又去陷阱 我是覺得看這個事 看這個沒什麼意思 這個案件 你看這個三 這個我也不知不覺 他三個案子 郭再青 這個人是誰 這個是民進黨的中執委 民進黨中執委 這是民進黨 他當然後來因為這個案子 就辭掉了 在民進黨 台南市黨部 他之前是幹財務長的 全身而退 他卡三個案子都可以全身而退 我想說那我們跟謝龍介在討論 這些案子去討論什麼 都沒有事情 這實在是 我覺得這也有夠含 這之前去查陳中彥 你看陳中彥跟我們這個 那時候是賴市長 因為他是賴清德的局長 現在這叫賴總統 20天之後就總統了 你看兩個以前換肉 對不對 可是你看陳中彥的案子 他在當這個行政院的發言人 18天就下台 他一開始來否認 那時候民眾黨的立委 陳往會踢爆他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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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一跳之後就說我自己就下台了 這個不就是在台南市政府任內嗎 他去叫曉雲也是在 他在台南當局長的時候 他當民政局長跟新聞處長說 他就出去這樣做的 為什麼會沒事呢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這個台南案子 基本上就不用看了 我跟上禮拜這個事情 這新聞也很好玩 我覺得台南這個光電 台南的光電是全國各縣 是密度最高的 說現在連納古塔也要種電 這真的 這邊 這也實在有夠陷 納古塔也要種電 你這個餘電共生 有這種納古塔 這是我們的祖先去打也要去 更好玩的是什麼 是賴系的台南市議員 說不要再弄了 可是台南市政府 黃偉者說不行 還要繼續搞 所以我的結論非常簡單 你要怎麼去解讀 我只有這個解釋了 這個是給賴清德的禮物 妳賴清德的 台南是本命區 我來考大家一個問題 很簡單 但是我就是不要講答案 因為我是一個很扭的人 請問520賴清德20天之後就職 國宴在哪裡辦 你就這樣說520就職 要在哪裡辦 對不對 在他的本命區辦 在他今年當選總統 得票率最高的那個縣市辦 你現在再來看說 邱莉莉這個樣子 你會很訝異嗎 我一點都不訝異 我恭喜台南地方法院 我相信賴準總統 看到你們這個判決 一定非常的開心 升官發財 大功一件 大功一件 我覺得謝龍介他兩年之後 要挑戰台南市長 困難度又增加了 好 來 溫馳老師 我們剛才想要說以前這個叫做 我們有一個電影叫 山野BOT 海野BOT 什麼 阿札布魯的地方也BOT 我們現在台南 山野光電 海野光電 什麼外個地方也都光電 是很悲哀 農民反而說 如果化為失地的話 就不用了 化為失地就不用了 我們還以為台南是 我們最大的農業縣市 對不對 農產品不是 現在是光電最大的一個聚集 OK 那講一下這個地方上這個生態 其實地方生態大家都知道 路增加所在是 檢景調一家親 這很外經驗 有一次我去文化古都 跟公民老師演講 然後會後召集人就找我吃飯 都是沒有名片 那種不可以拿名片的那種 檢景調 還包括法官你知道 法官退了以後 他們大概以前沒有像那種 所謂的旋轉 馬上去當律師 那個位置是不輸王美花那樣子的 那個位置 OK 然後去那邊 所以那個關係是密切的一塌糊塗 OK 當然這個牽涉民進黨 這個他的結構 因為以前民進黨 他們是不考預關 然後不當預關 不去念不外國念博士 然後也不考功能 所以他們中央沒有人 所以在找到王美花 這種人 去看 OK 你知道 他們問的問題就沒有了 像小骨的他們老婆而已 所以變成他縣市首長的時候 就開始有 科長 科丸 什麼悔 他拉來當新差略 你就賓東 台南 然後高雄這三餐 用的這些人 你看看 而且你有事情的時候 要拿你的老闆講了 你看那個刺報有沒有 他就起來做副市長 副市長過了來 中安的時候 怎麼玩玩玩 他們都做 光宗 耀祖 對不對 你看像陳聰宗 院部 你看那個在燒打雞了 每天開了在燒打雞了 我跟大家說 我有朋友 我朋友跟我講 是不是考過法官的 他跟我講說 那個當法官的 很多人都在吃素 剛進去的很多是吃素食物 然後就吃比較多 然後越高的吃的是純素 要洗敵罪你 我是沒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很多是灰色地帶 沒有人跟他破死刑對不對 不敢廢死對不對 所以你也講說 當然話又說回來 我們現在是講法官對不對 如果去短律師的話 你想一想好了 你就看你老闆在這邊 你就可以當勞動部長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當法務部長 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當徹議對不對 好 這個 嘉宇聽了就心酸了 政務市長為什麼要心酸 人家準備要入閣了 翟倩你要 賴副總統是我看過最溫暖的人 所以大家不用替我擔心 但是我還是要講就是說 這個就是礦業區用地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歷史共業 大家也知道現在確實已經沒有採礦 但是早期在這裡居住生活的這些人 不是只有賴副的父母 或者是他的家人 而是說在那附近的這些居民們 其實都有一樣的問題 這個問題誰來幫他們解決 我覺得藉由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去暴露出這些長期以來 可能關於土地正義 居住正義的問題 這個才是政府應該去幫人民解決的 所以藉由這一次去共同的 去解決這些長期以來的歷史共業 讓他們名符齊齊 所以你說台南問題蠻大的 整體的規劃是應該的 台南的問題蠻大的 我現在講的是那個萬里的礦業區 萬里的礦業區用地 讓它能夠符合 讓民眾可以改建 可以安心的居住在那裡 我覺得是應該的 就像我們內湖南港 我也之前講說 早期在都市計劃之前 他們就已經住在這裡 但是後來被劃為是工業用地之後 他們到底能不能繼續居住 或者是能不能改建 這就是一個後來的一個問題 所以早期就是住家級工廠 可能樓下是 就像我們家樓下百貨行 但是我們住在樓上 住閣樓跟小新家 然後他住早餐店裡 我們早期也都是住在那個 我們家百貨行樓上的閣樓 所以類似這樣子 那你說這樣子的一個工業用地 能不能去改建 這會是後來的問題 所以在我們擔任議員的時候 我們就力推就是說 可以合法的改建居住 所以就有產業特定專用區 所以政府本來就是要幫民眾 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同樣回到台南的問題也是一樣 就是說當台南 你說這些農田 當然我們希望他能夠維持他 原本的這些農田農業的生產 因為這對台灣來講 自給自足的糧食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時你在光電 產業的發展的過程中 能夠如何不要去污染我們的環境 跟原本的這個良田美育 這個是大家所期待的方向 所以目前所謂的這個光電 到底有沒有去影響到農業等等這些 我想各部會應該要跨部會的去討論 因為能源同樣的重要 但是糧食的自給自足也同樣的重要 那對於農民跟這對於光電的發展 到底如何能夠並存 就像之前這個台電總經理 他發表了一個長文 你們又要用電 又是用台積電到你們那裡 可是又不要讓我們去蓋電廠 又不要讓我們去努力的發電 那到底要如何去兩全其美 所以我覺得就這些問題 整體的考量 也是未來新政府必須要去交代 跟必須要去處理的 好 施老師說要補充 我希望賴清德他的功德 能除了萬里或至少礦工以外 原住民的部分 因為原住民從日本時代土地 全部被拿走 百分之五的人口 然後平地原住民就是因為沒有土地 只好他都會去流離失所 然後住在那個所謂的河流旁邊 那你是不是可以 這些東西當一個小英大英的 你馬上去處理 施老師 蔡總統答應了八年都沒做 你怎麼會期待賴清德會做 他的功德先不得會比較強一點 你還對民進黨有害怕嗎 民進黨只會照顧財團 他不會照顧原住民的 原住民沒投給民進黨 原住民不會賭內 王中馬上來 財團才會賭內 就算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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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